在我们村里有一个老习惯 喜欢在死去的亲人坟签种树 寓意着祖先阴护后代 所以有些祖坟签的树起码百年以上了 这年村里动了工程 半年多后工程结束 工程队离开 工程队前脚刚走还没两天 村民老旺就来到村外的祖坟签烧纸 却跳着脚开始骂了起来 原来啊 老旺祖坟签一棵百年以上的大树 居然被连根给挖走了 这事啊 只有机械才能做得到 自然是工程队干的 但就从这一天开始 怪事就发生了 老旺院内开始三天两头的出现冥币 村里人也都奇怪万分 这老旺更是既惊又怕的 莫非祖先责怪自己没有看好数 老旺正心里打鼓呢 一位中年男人就焦急万分的来到了村里 四处打听 谁家祖坟签的树丢了 有人把他指向了老旺人 两人一见面 中年男人先啪啪抽了自己几个耳光 然后请老旺原谅 是他只是工程队偷的树 一种在自己家别墅前来 说完之后 便掏出了支票 兄弟啊 你说个数吧 我天上 这就是你的了 老旺哪见过支票啊 瞅了两年 猛人想起那些名币了 顿时火就大发了 中年男人意识到老旺不认识支票 慌忙就把支票给装了起来 把身上所有的钱全部都拿了出来 交给老旺 又塞给他一张银行卡 只求老旺赶紧把那树给请回来 中年男人几乎哭着告诉老旺 自从把那棵树种到自家别墅后 先是老婆种鞋 围着那棵大树 一直地转圈 跟着呀 就是儿子和女儿 三人排着队 围着树转圈 不到精疲力竭 都不会停下来 刚休息好点 又开始去转圈 中年男人 先是烧明币 见不起作用 就请来一个道士 道士一看 脸色就变了 这棵树啊 一定是从别人家祖坟前偷跑来的吧 你赶紧去道歉吧 让人家把这树给请回去 再这么下去啊 现在是围着树转圈 过不了几天呢 就该跟猴子一样 天天爬树了 再这么发展下去啊 三个人谁也活不了了 所以中年男人这才赶来 老旺听着眼睛都直了 还有这事 不过一想 看来也是真的 不然呢 我家这几天 为啥总是出现明币呢 算了吧 救人要紧 想到这 老旺坐上中年男人的小车 一溜烟就去了 下午就把树给请了回来 中年男人连声的感谢了老旺 哪知啊 老旺却突然间两眼一斑 声音却变得异常的僵硬 以为请我回来 就没事了 你的工程 是不是也玩了猫腻了 中年男人吓得脸色惨败 是我错了 我该死啊 我马上同来 一分钱都不要了 还在 在 趁我们娃 现在放假了 再把小学校重建一下 老旺不拥质疑的说道 中年男人连忙的点头 老旺两眼一翻 就瘫在地上了 不一会儿 便睁开了眼睛 一下子就蹦了起来 我 我在躺地上了 这可真怪了 第二天 工程队就重新地开工了 那个中年男人 居然全程都跟着 这次啊 真是既快又好 工程结束了以后 跟着就翻进小学校 一切结束后 明天中年男人 就要离开了 这男子啊 握着老旺的手说道 兄弟啊 这多谢你了 你们村子 连去世的先人 都这么为后代想着 难怪这么和睦呢 老旺傻笑着说 那是自然了 不然呢 为啥我们在坟前 种树呢 说到这儿的时候 脸色突然骤变 死死地拉住了 中年男人的手 回头喊道 乡亲们啊 赶紧去各家祖坟间看看 有没有丢树的 这句话让中年男人 立刻脸红脖子粗的 异常的尴尬